这个休赛期,勇士管理层可谓是最为忙碌的一个团队,他们先后处理了克莱汤普森和克里斯保罗的合同,放着两名老将离开湾区。 随后,勇士又在自由球员市场连续签下了梅尔顿、李凯尔、谢尔德这些能力不俗的角色球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阵容的空缺。 除此之外,勇士还和快船,局势商讨了有关于乔治、马尔卡宁的交易,即便没能达成交易,管理层也为此努力过。 除此之外,库明家、穆迪这两名二一届新秀的提前续约窗口也已经开放。 早些时候,勇士完成了他们这个休赛期最为关键的一笔签约运作,那就是和库里签下了新的续约合同。 根据NBA记者WOJ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库里已经同意和勇士签下一年6260万美元的新合同,将自己和勇士的合同延长至三年1.78亿美元。 这笔签约达成,可以说勇士搞定了他们这个休赛期最大的任务,尽管这笔签约没有给勇士带来什么人员的变更,但是却是勇士的命脉所在。 所有人都清楚,只有库里在这支球队,勇士才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度,并且他们才有机会去创造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 在解决了库里的合同问题之后,勇士接下来可以安心对阵容其他方面进行运作补强了,他们不需要担心库里可能离队,尽管原本大家就一致认为库里会终老勇士,以勇士求援的身份退役。 但是有了克莱汤普森的前车之鉴,只有等到库里真正和勇士签下合同之后,勇士才能够真正把心放到肚子里。 毫无疑问,勇士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至少接下来三个赛季不出意外,库里会效力勇士,同时不太可能在这期间退役。 在这之后,未来库里还能再打几年,这就要看接下来这些年库里的竞技状态了。 话说回来,库里确实值得敬佩,这次的续约也让人们进一步肯定了库里的忠诚,有始有终的心态。 还记得21年的时候,当时勇士连续第二个赛季无缘季后赛,并且他们还是以西部第八的身份,附加赛连续不敌胡人和辉雄出局。 在那种环境下,考虑到勇士阵容实力的不足,为了看到库里继续冲击冠军,不少库里的球迷都希望他能够离开勇士,至少他应该别那么早就许约,利用合同年来施压管理层补强。 这也是多数超级球星和他们的经纪人惯用的伎俩。 然而,库里却没有选择这么做,他给了勇士足够的安全感。 这一次,情况差不多,勇士再次在附加赛出局,并且这一次勇士的阵容说实话没有那么多可期待的东西。 他们不像之前,还是期待一下克莱汤普森的付出,尽管最终效果甚微,但至少在付出前给了勇士一定的遐想和信心。 然而,勇士不仅没有另一名核心级别的人物会出现在下赛季球队的阵容当中,甚至他们还失去了克莱,后者是过去这个赛季勇士的第二得分手。 如此一来,勇士能期待的似乎只有库明家、波洁的成长了,毕竟他们引进的几人都是角色球员,且整个风格上线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了。 在争冠方面,库里竞争生涯第五座总冠军奖杯的难度,将比他以往这几次冠军之旅都要困难。 首先,库里仍具备着全明星以及最佳阵容的水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比起巅峰时期的状态,库里现在的下滑也很明显。 球迷们都能感觉到,库里现在的稳定性开始让人担忧,不管是NBA赛场还是国际赛场,库里似乎不再能够在每个夜晚都站出来扛起球队,而现在的勇士想要成就伟业,他们又必须要求库里这么做,这是一个互相排斥的问题。 其次,在有关于乔治和马尔卡宁的竞争当中,勇士管理层给人的感觉还是不愿意为了更好的争贯机会放弃未来筹码。 当然了,球队结合当下和未来的角度,他们这么做当然没问题,不过站在库里的立场,他的生涯时间确实所剩无几了,他耗不起,勇士的未来和他自身的荣誉没有关系, 留下波节,不要马尔卡宁,从极战力的角度,勇士确实放弃了提升的机会。 最后,库里已经36岁了,接下来他的状态只会愈发不稳定,这也会影响到勇士的补强想法,再夺一贯的难度显然是巨大的。 金州勇士在这个休赛期完成了一定的阵容换血工作。 尽管库里和格林这对默契组合还在,但在他们的身边,经过这些年的运作,首发阵容方面,勇士剩下的三人大概率变成了TJD、特雷斯·戴维斯、库明加、梅尔顿。 即便是像克莱汤普森这样的王朝功勋,也因为各种问题离开了勇士,而勇士在替补阵容方面的变动则是更为明显。 不过,勇士休赛期原本还有继续改变阵容的机会,他们原本有机会得到保罗·乔治或者是马尔卡宁这样的球员,但最终勇士没有同意对手的要价。 没有得到乔治和马尔卡宁,相信球迷们都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勇士不愿意满足快船和爵士的要价,特别是爵士。 比起乔治,勇士更加接近得到马尔卡宁,管理层愿意为了马尔卡宁送出大量首轮选秀权,但是当爵士点名索要年轻人波洁的时候,勇士可谓是没有犹豫,坚决拒绝了爵士的提议。 起初,勇士并没有完全关闭交易窗口,他们一直等到马尔卡宁的续约窗口开启,希望爵士能够回心转意。 但当爵士也坚定明确要波洁作为筹码之后,勇士宁可放弃得到马尔卡宁,也不愿送走波洁。 要知道,马尔卡宁可是正经的全明星中锋,他入选过全明星阵容。 勇士甚至为了马尔卡宁都不愿意送走波洁,这不仅让人感觉到波洁在勇士管理层心目中的价值非常高, 更是隐喻让人感到这名菜鸟新秀已经成了勇士的非卖品,后续来自他的勇士随队记者安东尼斯莱特也证实了这种想法。 根据斯莱特的报道,勇士不但拒绝了用波洁为核心筹码去换马尔卡宁, 在这之前,勇士拒绝了用波洁换高顺位选秀权的各种方案。 在夏季联赛期间,波洁遇到了勇士老板拉科布,后者告诉波洁自己遇到了爵士老板, 并且明确告诉他波洁不会作为筹码被放进交易当中, 这就说明波洁已经成了勇士的非卖品。 说实话,波洁成为勇士的非卖品,这有些让人意外, 尽管我们认可波洁在新秀赛季的表现, 他所展现出的球伤、拼进以及领袖能力,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品质,是库里时代之后勇士可以好好利用的特质, 帮助这支球队一直保持着竞争力。 但话说回来,毕竟波洁只是一名非乐透区的二年级球员, 当出现真正的全明星时,多数人认为勇士应该还是要考虑放弃他。 毫无疑问,勇士高层的做法让波洁感动不已, 他表示自己会努力回报勇士的信任。 在不少人眼中,波洁被视作库里之后的勇士领军人物, 尽管他的天赋,选秀顺位不如库明家和穆迪, 但是波洁在勇士阵中的地位, 以及他在更衣室内的影响力, 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球员, 给人的感觉仅次于格林和库里。 不过话说回来,勇士为了波洁放弃了马尔卡宁, 勇士高层不想后悔, 他们只能祈祷期待波洁下赛季在实力表现层面有志的提升。 由于克莱和保罗的离队, 波洁显然会在下赛季拥有更多的机会, 特别是他会参与更多的球权决策。 波洁也不需要每个回合都把球过一遍克莱的手了, 他有了更多的自由度。 如此一来,压力也是随之而来的。 就数据层面, 波洁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他需要在场均9.2分5.8篮板3.7助攻0.8抢断的基础上, 有一个本质的提升, 并且效率不能降低太多, 毕竟波洁38.5%的三分命中率还可以, 如果降低太多, 那就不够看了。 与此同时, 根据报道称, 波洁下赛季被要求出手更多的三分, 用记者的话说就是, 场均他至少要出手8-10几三分。 过去这个赛季, 波洁场均只出手3.2几三分, 勇士几乎是要他把自己的整个进攻习惯改变过来, 这并不容易。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波洁自信表示, 他这个休赛期提升了很多, 增加了自己技能包当中的很多东西。 话都说出来了, 勇士也对他足够重视, 波洁必须要打出足够强的能力, 才对得起勇士的信任。